秦末战争给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 旱出现大饥荒 物价飞涨 小米的价格从平日的每当百十来钱 涨至五千甚至上万钱 许多地方出现了人吃人现象 人口损失过半 特别是一些有名的大城市 只剩下十分之二三 到处一片残破凋零景象 连刘邦这个皇帝都凑不起四匹同样颜色的马甲车 将相有的只能乘坐牛车 面对着这样一个民生凋敝破败不堪的烂摊子 汉初统治者充分意识到 必须安抚百姓 让百姓休养生息 否则江山不保 他们见识过强大无比的秦帝国 一息轻颓的惨烈 心有余悸 他们希望汲取秦肃王的惨痛教训 找到一条通往盛世的康庄大道 汉初的这样一种修养生息政策 在我看来 那么它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它并不是说 是一个非常随意的这样一种政策安排 为什么历朝历代开国的皇帝 王朝都要是一种政策 不是你 也不是他 基本上所有的99%的这种开创者 都要这样做 那么既然都这样做 说明它是符合规律的 那么这种规律在我看来 就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他必须要这样做 否则他没有别的出路 刘邦登基后不久 便下令解散军队 让战士复原回乡 给予他们加次爵位 优先授田 免除赋税摇曳等优惠待遇 同时 令那些在战乱中 逃到山泽的百姓各归本土 恢复原有的爵位和田宅 官吏不得其事虐待 因饥饿自卖为奴婢者 一律免为庶人 同时鼓励生育 奖励农耕 高地十一年 刘邦禁止郡国 随意征收献赋 明确规定 中央每年 只向每人征收六十三钱 这是位于陕西省咸阳市 东北三十七里的萧河墓 萧河的贤能 一直被后世称赞和敬仰 为了保护他的墓碑 工作人员正在给他修建 遮风挡雨的建筑 而在汉初 皇帝提倡节约 大臣也都十分节俭 贵为相国的萧河 质买田宅专挑贫瘠的地方 宅院连院墙都不修 他看到长安地区人多地少 便请示刘邦开放皇家园林 上林院 让百姓进去种地 公元前一百九十五年 刘邦驾邦于长乐宫 葬于长林 这位提三尺剑平天下的 不一皇帝 弥留之际 甚至政治经济的危机 远未消除 如不为子孙 选好辅佐者 大汉王朝将陷入危机 在刘邦死之前 然后吕厚曾经问这个刘邦 就说如果萧河死了之后 谁做丞相更好 然后刘邦说曹灿 然后那个刘邦问说 那个曹灿死了呢 他说王林 然后呢 我刘邦问 王林死了呢 他说那你我都不在 刘邦去世后 太子刘邦几位 视为汉惠帝 惠帝即位第二年 相国萧河去世 曹灿接替相国之职 曹灿上任后 下令一切都按 萧相国式的规矩版 自己则整日和属下 朋友喝酒 惠帝对他很不满 心想难道是 欺负镇年少吗 于是责备曹灿 面对惠帝的质问 曹灿反问 陛下觉得和高帝相比 谁胜无 惠帝说 朕岂敢望先帝 曹灿又问 陛下看臣与萧河谁嫌 惠帝说 君好像不如萧河 曹灿便说 高帝与萧河定天下 法力既明 仅陛下垂拱 参等守职 尊而勿施 不就可以了吗 萧归曹随 惠帝寻思寻思 觉得也有道理 惠帝在位七年 就去世了 惠帝死后 屡后临朝称之 以心狠手辣著称 他以极其残忍的手段 祸害刘邦宠姬 欺负人 杀害四位 刘姓诸侯王 公然违背刘邦誓约 封屡氏为王 几乎危及刘姓天下 因此 历史上 人们对屡后的评价 向来是负面的 他嫉妒心很强 也很狠辣 尤其他对于刘邦的那个爱妃 当时做成人质的那种残酷的做法 但是呢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 不仅仅是看他的个人心 也不仅仅看他的个性 而主要是看他 对于历史发展的一个影响 对于一个普通潮 对于一个国家所产生的影响 1983年 在湖北荆州市 张家山汉墓出土的 西汉早期记录古物的竹检 足以佐证这一事实 惠地旅后时期 采取了一系列与民休息政策 惠地即为当年 就减轻填租 从十岁一减至十五岁一 在位期间 他三次下诏 减轻刑罚 废除秦始皇时所立邪书率 奖励孝涕 力田 鼓励生育 旅后临朝时期 废除了宜三族罪和妖言令 放宽对商股的限制 两度实行货币改革 以促进经济发展 实际上就是他在政治上 政令上没有什么改变 然后他们的这样的做法呢 使得当时天下俨然 就是非常的平静平和 百姓的那个粮食也开始增多了 衣服也开始穿上好衣服了 这样的一个盛世的前兆 已经开始出现 他们已经开始 开启了一个文景直至的 这样一个时代 感谢观看